注意看,这看起来是两家企业间的窃盗案 但非常可能是中国政府从中在割投资人的韭菜 今天的主角分别是中融信托与融创中国 有一天中融信托发现他们共同保管的保险柜 索性被换打不开了 而里面共同监管账户的巨款被融创中国给划走 简单说明一下,中融信托是信托公司 就是这次的受害者 融创中国则是房地产建商 一般建案中,信托提供资金 建商负责建设与销售 也就是一方出钱一方出力 房子卖出去后利润一分皆大欢喜 而这次他们共管保险柜内 放了共有的公章、证照以及硬件等等 就靠着这些文件 建商就把大笔的资金给划转走了 而且还出现了两次同样情况 金额高达15.63亿人民币 为什么一直说是划走而不是偷走呢 因为这笔钱没有消失 绝大部分都划入了政府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中 也就是中共财库里 中荣信托称 他们发现保险柜打不开后 立刻报警处理 并通过法律程序 查封了剩余还没盖好的工程 荣创中国则表示 资金转账是为了保交楼 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操作的 目前资金按照政府监管 专门账户的要求进行管理 不存在私自挪用 哦,重点来了 这是政府监督下的资金转移吗 这下好了 不仅因为调查 剩下的房子查封不用盖了 钱都还被中共拿走了吗 似乎受害的也只有投资人 01的中国金融资深从业人员 楚寒时也说 这是中共政府直接在犯罪 他认为 银行资金的跨转是有流程的 并不是盖章就可以 大金额的转账更需要现场核实 风控部门的审核 而且金额之大 不是一次转走的 这证明银行知情并且是配合的 而现在的罗生门 更是让这些钱的去向 有了极佳的借口 如果投资人来问中荣信托 我们的钱怎么办 中荣信托可以说 等政府的统筹协调 中国融创方可以说 已经向政府专班承诺 两边都有好借口 就是政府正在处理 但钱已经进了中共口袋 回不来了 如果又有人来维权 就可能重演了河南银行的处理方式 健康码转红 警力介入等等 投资人是有冤也无出身 中共统治下 这样的事不断发生 在中国的企业人人自为 下一个受害者又会是谁 请别认为这些事与自己无关 例如现在许多民众通过基金带草股票 而今年开始 台湾的资金爆发性的大量流往中国 你的钱或者说全台湾的钱 都可能被中共拿来补写 这存在极大的风险 我们认为这与所有人有关 所以大纪元也不断吹哨 提醒人们重视中共造成的风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真实感言的中国实况 或希望支持我们持续曝光真相 欢迎订阅这份真实中国新闻 第一品牌大纪元时报 第三品牌大纪元时